一年一度的大甲妈绕镜将于4月21号深夜起假 围起9天8夜 全程300多公里横跨中章云家 参加人次上看500万 在绕镜登场前夕 环保团体绿色和平14号与大甲妈祖分林姐妹庙 新北市三重区的仙色宫 共同举办风调雨顺护台湾记者会 绿色和平专案主任张立新表示 大甲妈祖绕镜起始的1988年 沿途温度约为25到26度 今年是27到29度 如果再不积极减碳 预估到2050年沿途都将超过30度 以绕镜期间约湿度80%计算 体感温度将上看45度 平均的湿度我们看到是80%左右 那如果说对照温度的话 其实只要温度超过30度 它的体感温度就已经会来到37度 那以这个热伤害危害的这个分级表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就从一级跳到了第二级 那在2050年就已经来到了第三级 是很快就会出现热伤害相关的症状 例如说呕吐啊 中暑啊 热衰竭等等的 为了换起大众对气候变迁的重视 绿色和平打造两台近邻三轮车 将由专人骑乘全程跟着绕镜队伍 为沿途信众提供充电服务 我们知道在沿途其实都有不少的 热情的民众会去分享食物啊 饮料啊 这些物资 那我们想说用再生能源来让大家看到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城市 那我们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 张立新强调 政府的近邻决心跟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他们希望2024总统候选人必须是具有远见的气候领袖 他们也呼吁总统候选人必须保护自然碳汇 发展多元绿能 并透过交通建筑与大型活动建立示范 唯有让近邻从政策口号落实到民众生活 才能让台湾未来真正风调雨顺 央广记者杨仁祥有品夕在台北的采访报道